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相信大家都在上學的時候 經歷過這樣的一種感受吧 就是你在偷偷地看漫畫書 然後你的班主任 從教室後門的窗戶來到你身邊 然後凝視著你 從你的書桌裡把漫畫書抽出來 然後默默地給你父母打了一個電話 很多人只要經歷過這樣的凝視 應該一生都不會忘記那種被注視的恐懼感 而對我來說 因為我的母親是我小學時候的班主任 所以我的童年 經歷著24小時的恐怖凝視 想像一下那種感覺 你每天每分每秒 都要成為別人眼中的好孩子 和老師眼中的好學生 所以我從小就有一個特別強烈的夢想 就是我希望能夠做自己 能夠自己決定自己幹什麼 吃什麼 玩什麼 我認為是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 中學的時候因為特別想玩樂隊 所以我發誓一定要到北京上大學 因為北京是我心目中的搖滾之都 那兒有很多我喜歡的樂隊 天天在那兒演出 去北京組樂隊 是我黑暗的高中時光 唯一的亮點 然後這個亮光的誘惑太大了 導致我用力過猛 不僅考到了北京的大學 還考到了北京大學 因為北大是一個倡導 思想自由兼容併包的學校 那在這個學校裡 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 可以呈現不同的樣貌 終於在這個過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熱愛 就是創作 我把創作融入到戲劇的表演裡 把創作融入到紀錄片的拍攝裡 融入到我最喜歡的音樂裡 但是應了那句話 歡樂的時光永遠是短暫的 大學一畢業 我發現一個特別殘酷的現實就是 在北京玩是真的租不起房子呀 於是為了租便宜一點的房子 我每天要倒公交換地鐵 在路上花費四個小時的時間 我再也沒有時間玩了 一回家站都站不住 倒頭就睡 有一天在三百路的公交車上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下班回家非常累 然後突然間胃疼 這個時候我面前有一個座 我就坐下了 但是剛剛坐了一分鐘 上來一個老爺爺讓我給他讓座 我沒有站起來 因為當時真的非常的疼 然後他就突然開始批評我 那個時候 我無力反駁 我過往的人生突然 在我的腦袋裡回蕩了起來 我覺得我自己一個自命不凡的 覺得可以通過做自己改變世界的人 卻在此時此刻 因為胃疼 成為了一個在公車上被別人指著 鼻子罵的混蛋 我覺得一定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 在現實的世界中真的沒可能做自己嗎 我的夢想一定照不進現實嗎 我不服 所以當天我就做了一個決定 我覺得倒是要試一試 能不能通過做自己生存下去 我開始恢復我的創作 我開始在網上更新我的作品 學習錄歌寫歌 終於很幸運地 因為一首大齡文藝女青年之歌 我成為了一個很早期的互聯網網紅 那也有更多的演出機會和合作 來到我的身邊 我終於可以通過做自己養活自己了 夢想照進現實了 我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嗎 並沒有 名利和關注帶來的是非裔和人身攻擊 我發現我自己越來越難開心起來 我會因為別人不回微信 而非常的焦慮 我會因為一個社會新聞 而很長時間紛紛不平 我甚至會因為天氣的原因 情緒一直低落 那是一段很黑暗的時光 有將近兩年的時間 我拒絕跟外界的一切接觸 我覺得做自己在那個時候 變成了我的避風港 但是某種程度上它也變成了 一座孤島 這個世界上有錢的人 有名的人好像非常多 但是真正幸福的人 似乎非常罕見 有一天我閱讀莊子 在裡面看到了這樣的一句話 舉世而欲之而不加勸 舉世而非之而不加舉 定乎內外之分便乎榮辱之敬 這句話讓我看到了中國文化中 對做自己的一種解讀 它既不是我認為的思想的獨立 也不是經濟的獨立 在我理解裡 這是情緒的獨立 這個世界注定是在不停變化的 想要在這個現實的世界裡 真正辦到做自己 不僅要適應變化 還要利用變化 這就是情緒的獨立 在我看來這種狀態 就是在現實的世界裡 能夠達到道家的逍遙和佛家的大自在 我還為此寫了一首歌叫《賭信》 歌詞是這麼寫的 不想要太多浮誇的生活和盲從的飛蛾 我知我喜樂 縱情跋涉 自有我應得結果 不在乎太多得到的歡唱和失去的落寞 我有我選擇 有人懂得 何須全世界認可 我渴望做自己 是希望自己能夠在這個 人生的暗海上 無所畏懼地獨自前行 但是 如果能夠在不遠方看到有人 為我點亮一盞燈光 我自己也有能力點燃我手中的火把 與對方互相照亮 謝謝 謝謝 謝謝